19日下午,陽光社工服務中心志願者和培政小學的同學們 在台城白石社區開展以二倉一學米為主題的公益活動 我們去看看 下午四點,參與挑戰的志願者家庭,準時到集中地點集中 戴上二倉的米袋,穿上二工服,貼上你好鄰居的標語 開始一學米挑戰任務 你好鄰居,我捐一學米,隨手做公益 志願者要到各家各戶按下門鈴,向鄰居問號 並講出這次活動的目的 希望街坊倫理能夠無私捐贈出自己家的米,支持公益活動 這個活動我們今天就募集了很多的大米 這些大米我們將用來熬成百姊州 百姊米百姊州,供我們市區的居民一起來分享 也可以用來扶貧,分到我們市區的貧困家庭裡 幫他們解決一些生活上的困難 今年第四屆全國二倉日暢渡活動以你好鄰居為主題 以打破倫理冷漠,從一句問號開始為口號 向全社會發出關注倫理關係疏離 推動社區公共生活的主張 通過一學米公益傳播挑戰,增加倫理真情,促進社區和諧 從幼兒園開始我就帶著孩子參加很多自願所的活動 我希望孩子社會感恩,能盡自己的能力幫助身邊的人 將要開始有強化的地方 以及想要是暴力民陰的營 我們的正確,可以選擇 旅行的一陷刀 請大家多賞 所以,在校園中招僅 我們可以選擇